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早上好 那我开始用中文讲吧 然后 其实在过去的三天里头呢 Google就是包括我的团队 其实和中国的很多游戏公司 有很深入的合作 那么我们帮助呢 很多的中国游戏公司 成功的在海外取得拓展 然后取得这个阶段性的胜利 那么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在帮助 中国游戏公司出海 那么有哪些的经验 能够帮助更多的 这个中国游戏公司走向海外 那么其实在去年的四季度呢 我们和这个国际的 这个调查公司研究公司NewZoo 就做了一个这个 海外的这个游戏市场分析报告 那么大家这个也知道 中国有老话对吧 叫这个知己知己知彼 百战不带 那我们希望呢 就是在帮助中国游戏公司 出海之前呢 先告诉大家说 海外的市场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吧 机会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样就是 大家在制定海外的战略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去 针对海外 制定自己的游戏 或者是出海的这个战略 那么这张图呢 其实是整个游戏的大盘 对吧 如果你看这个NewZoo这个报告的话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 就是说在去年的话 整个游戏 Global了已经变成了1000亿美金的一个大盘子 那么基本上 手游 移动游戏呢 占了40%左右 接近大概400亿美金 那么而且这个市场呢 从所有的游戏种类来看呢 还是快速增长的 那么如果你从Global的趋势来看的话呢 它的三年的复合增长 大概是接近10% 那么如果你看中国的话 其实增长更快 那么去年咱们手游的这个年增长呢 接近60% 那么无庸置疑 手游已经是一个非常质的这个行业了 而且还有个数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NewZoo的报告里头呢 是说 如果你看这个手游的up值的话 ARPU的话 那么在去年其实已经超过PC了 那么往往我们会质疑说 手游的用户是不是这个玩家的value会比较低一点 那么从现在看 其实一些核心的玩家呢 已经转上了手游 那么看完大盘之后 大家的问题是说 那么如果我真的要出海的话 我到底往什么方向去走 那么我们和NewZoo呢 也仔细的分析了说 每个区域 每个市场 那么每个国家 它的这个手游的这个营收的情况 那么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收入的话呢 那么最大的市场 其实还是中国 对吧 2016年大概是100亿美金 那么中国游戏公司 往往出海的最先的几个地区呢 其实是中国的台湾地区 然后东南亚 但是如果你去看台湾这个市场的这个盘子的话呢 它基本上大概是韩国的一半 那么整个东南亚的盘子呢 基本上大概也是跟台湾的这个盘子差不多 那么中国公司游戏出海 就是为什么先选择这个台湾市场和东南亚的一个原因呢 是说我们游戏的这个文化 跟这些市场是比较贴近的 但是如果你想做一款 真的大作 想让这个游戏的收入上升的话呢 我的建议是一定要瞄准大市场 比如说美国市场 比如说日本市场 那么我的建议呢 是第一点是瞄准大市场 那么第二点呢 是说你要瞄准细分行业 那么如果你去看 就是美国和欧洲市场 中国游戏公司真正成功的这些行业的话 那么在前两年的话 基本上是SLG 但是如果你去看美国市场 小的细分行业的话呢 其实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公司也取得了成功 那么比如说你看美国市场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关注两个公司 一个是Peak Game 它是做三销类的游戏 那么大家知道是KUN做这个三销类的游戏 做得很好 但是KUN在最近几年呢 没有出很好的这个续作 但是玩三销的用户一直都在 那么Peak Game其实抓住了这个时机 它在美国这个三销类 其实取得很好的成功 那么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农场类的游戏 那么现在在美国 收入榜单做的最好的是Politica 为什么它做得好呢 因为之前在这个细分行业里 其实没有很好的选手进入 那么今年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趋势 其实是Mobile 王者荣耀 那么其实有好几家公司的产品 也是针对欧美市场 那么准备开始发力 那么除了这个海外的这个盘子之外呢 那么其实在今年的一季度 那么Google联合世界最著名的这个咨询公司 Brand Z 也发布了一个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品牌 那么Brand Z 在欧美市场 那么针对当地用户去问当地用户 有哪些中国公司的品牌 你是能够记得住的 有哪些中国公司的产品你是在使用的 那么从这个调查结果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在欧美市场 其实除了大家认为比较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联想华为这些品牌之外 中国的游戏公司在这个榜单里头 占了很多的名额 那么前30名里头他占了6位 那么这里头包括我们的这个知名心通 包括去家 那么包括台湖放 IGG 游足 以及涨去等等 大家发现就说 在传统的领域 比如说在这个手机的领域 那么我们有很好的中国公司 出现在世界的这个品牌里头 但是在游戏跟应用这个行业里头 你发现 我们跟海外选手的差距其实更小 那么这些中国公司的成功呢 也意味着说 也许在未来 我们有更多的中国的游戏公司 真正能够领先于世界级的游戏公司 那么刚才我们讲完了 有很多的中国公司取得了成功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 中国公司在海外站在这个市场份量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的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刚才讲了 中国公司可能出海最先去的市场呢 是台湾市场跟东南亚 那么确实你如果看当地市场 中国公司的游戏收入占比的话 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台湾市场 我们大概是24% 中国公司的产生的收入 那么马来西亚跟菲律宾 也是基本上24% 但是我刚才讲了 如果你看这个大的市场的话 比如像日本 比如像美国 法国英国 那么这些市场 其实我们真正拿到的市场份额 还是很小的 大概只有3% 4%左右 那么这也意味着说 其实这个前景 机会还是相当相当大的 那么看完了市场的话呢 那么下一步说 Google到底能帮大家来做什么 其实对 咱们的游戏公司来讲 那么最熟悉的肯定是 这个安卓跟Google Play了 那我是大概在五年前的话 那么当时还是业游的时代 那么好多业游公司 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要去巴西发游戏 他给当地渠道的 一家一家去接 他要去接当地的支付 那么他还要去接 当地支付的反作弊的系统 对吧 那非常痛苦的过程 那么随着Google这个平台的 崛起 那么安卓呢 其实我们已经在 全球的这个月货 超过14亿的用户 那么Google Play的这个 全球的月货超过10亿用户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只要开一个Google Play的账户 那么你的游戏可以很容易的 发不到全球的这些国家里头去 那么如果看去年的话呢 其实这个安卓的用户体系 还在继续增大 那么在新兴市场 比如像巴西 比如像印尼 那么有超过3亿的新用户 他选择了安卓系统 那么之前呢 其实我也听到很多游戏客户的反馈 对吧 那么在某些地区 其实安卓的支付做的不够好 那么在去年呢 我们Google Play 在这些市场呢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么有很多新的付款方式接进来 那么你能够看到 在当地呢 超过1亿的新用户 他选择了本地的一些付款方式 比如说运营商这个直接付款 比如说礼品卡等等 那么这样能够 能够让大家 不光把游戏发到全世界去 那么也更容易的实现游戏的变现 那么除了这个安卓Google Play之外呢 那么其实我觉得 去年到今年最火的两个词 其实是VR和AR 那么Google在去年的IO 其实正式发布了 我们的Daydream这个VR的平台 那么这个VR的平台呢 包括就是手机硬件的规格 包括头戴设备 以及这个遥控器 那么在去年的这个11月10号 我们也正式发布了 这个Daydream的VR的应用商店 那么对于AR来说 那么我们是在16年的10月8号 其实也正式发布了这个产品 那么第一款手机呢 是和联想推出的一个AR的手机 那么现在呢 其实如果你是作为开发者 或者游戏公司而言的话呢 已经可以把你的游戏 通过Google Play的后台 直接发布到这个Daydream的 这个VR的应用商店 以及Google Play里 这个Tango的游戏的 这个Category里头去 那么如果你想大概四五年前 当时在上这个Google Play 或者苹果应用商店的时候 大家还会觉得 是不是真的能赚钱 对吧 但是如果你看五年后的话 那么已经是真金白银了 那么VR跟VR对大家来讲 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不一定你现在可以赚钱 但是如果现在你去把你的产品 发布上去的话 你能够获取用户 你的产品能够产生品牌 那么如果当这个市场 真正爆发的时候 其实你是能抢到先机的 那么我建议大家在 集中开发现在 这个普通的游戏的时候 也不妨去关注一下 那么谷歌的VR跟AR平台上的游戏 看看情况怎么样 那么除了我们讲的 这些大的平台之外呢 Google还有一些 我们叫Google X Project 那么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呢 这些项目里头有一些呢 其实跟游戏也能产生出火花 那么这里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么我们这个project 也project solid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project呢 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微型的这个雷达 那它跟之前这个体感设备的 不同的是说 它能够侦测厘米级别的动作 那么比如说原来你要 在手表上 你的这个智能手表上 通过屏幕来操控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通过 很微小的手势来操纵 那么当我们跟游戏公司 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们很聪明的 把这个设备和游戏结合了起来 你能够发现 那么这个公司 其实它用这个project solid 开发出了一款游戏的原型 对吧 当你用手势的时候呢 它是在走路 当是把它变成 手掌的模式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这个飞行的模式 而且高度呢 绝对没有这个飞行的高低 那么其实呢 Google有很多的产品和项目 能够和咱们的游戏结合 去产生更多的火花 那么其实Google的整个 提供给游戏公司 或者游戏开发者的 这个解决方案呢 其实包含了三个部分 那么一部分是游戏开发 那么游戏开发里头呢 比如说Google在去年 推出的重磅产品叫Fairbase 对吧 它能够帮助客户呢 能够快速的去开发游戏 而且能够快速的把游戏 通过Google的Cloud 能够进行升级和拓展 那么Google Cloud呢 在最近的 就是我们在旧金山发布的 这个Cloud的这个大会上 大家也看到 比如说去年最火的一款游戏 是Pokemon Go 对吧 Pokemon Go呢 它其实利用Google Cloud 很容易的时间拓展 当它的用户 从百万级到千万级 甚至一级的时候 那么Google Cloud 能够帮助这个游戏 无缝的进行升级拓展 那么除了Google Cloud之外呢 大家也知道 就是Google推出的 另外一个产品呢 是Google的这个 人工智能平台 叫TensorFlow 那么在GDC的大会上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分享 那么大家知道 就人工智能 包括AI Machine Learning 现在已经能够下围期 下过人类的这个 对吧 最顶级的起手 那么它跟游戏 有什么样的结合呢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设想 游戏里头的NPC 是不是真的 让这个人工智能来做呢 对吧 它能够根据 玩家的这个 来我进行匹配 对吧 能够跟玩家真正的去互动 去真正的去 让玩家体会到 他跟游戏对战的 这个角色 更像一个人一样 那么另外一块呢 其实是用户增长 那么用户增长的话呢 我们讲到了Google Play 那么其实呢 还有两块 比较重要的方向 那么一块是我 随后会讲到的 这个AdWords 怎么样帮助大家 实现用户增长 那么甚至于 还有我们的YouTube 那么全球80%的玩家 其实每天都在访问YouTube 那么最后呢 其实大家也了解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帮游戏开发 和用户增长 这两块能提供给大家 一些解决方案之外呢 那么最大的一块 还是游戏变现 对吧 游戏变现除了我们现在这个IP 应用内付费的游戏变现之外呢 更多的是 我们通过广告进行变现 那么大家也能够看到 那么比如说像猎豹 一些工具类的这个客户 包括一些休闲的小游戏 那么它主要的输入方式呢 其实通过这个游戏变现 那么AdMob呢 其实我们在全球 帮助超过十万家的客户 进行游戏变现 那么其实对于客户而言 走向世界往往意味着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是说你有没有好的产品 是不是你的产品 在这个小的品类里 真的你能在美国 达到前五名去 那么能跟前几名的游戏 对吧 有那个一较高下的这个能力 那么第二点 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 往往是在用户增长上 那么在后边呢 我会很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去年到今年 那么谷歌在帮助 客户用户增长的业趋势 那么面对用户增长的话 那么很多客户 往往问问我的问题是说 我这个游戏已经做好了 对吧 那我现在要开始买量 那么我买量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是不是要在全球各个地方 来建办公室 对吧 招聘当地的同事来帮我做呢 那么是不是说 我要去当地 去跟当地的一些线上 线下媒体进行合作 怎么来买量呢 那么其实这些问题 我们帮助 比如说知名兴通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如果从这个成功经验来看的话呢 其实如果线上买量的话 你只需要在本地 有一个好的买量的团队 其实就可以了 那么Google呢 其实通过这个 很简单的AdWords广告平台 能让你reach到全球的这个用户 那么大家在买量的时候 往往会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我怎么样来全世界玩家 来玩你的游戏 怎么样进行很快速的 这个用户获取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用户获权之后呢 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付费 对吧 那我怎么样知道说 我游戏里这些付费用户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第三点呢 是说除了大量的这个玩家之外呢 我希望找到高价值的用户 那么在去年的话 其实Google做了很大量的更新 那么其实从目前玩家的情况来看呢 如果你看玩家的这个时间分配的话 它的时间分配呢 是越来越碎片化 对吧 他可能在YouTube上去看视频 他可能在Google Play已经搜索 那么大家遇到的问题呢 是说我如何针对这些用户 制作不同的这个广告系列 制作不同的广告 吸引这些用户来玩玩的游戏 那么这里头更像一个 N元的几次方程 那么你要调优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复杂和痛苦的 那么在去年呢 其实Google AdWords 发布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UAC 那么它叫应用通用广告系列 那么它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基本上如果你看Google 在全球的这个流量的话呢 那么它其实有几个超过10亿级的产品 那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Google Play 那么比如说YouTube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AdMob 用App的这个广告平台 那么甚至于还有我们的这个 网页上的这个网盟的广告平台 那么我刚才讲了 其实你要在这些广告平台上 针对每一个平台 制作不同的广告 找到用户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么去年发布的UAC呢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把整个过程简化 你只要给我几个简单的创意 给我一个预算 那么告诉我一个用户 或许你想花多少钱 剩下的事情 Google的系统自动来帮你做 那么这个系统呢 其实利用机器学习的力量 那么在去年到今年 有非常大的成就 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其实它会是一个 逐渐学习和预测的过程 那比如说它如果发现 你的应用或者你的游戏和广告 YouTube上的用户 更多的喜欢你这个用户和广告的话呢 那么它会把你的广告 更多的推向YouTube的用户 那么通过这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呢 其实你能够看到 那么在短短的几年里头 那么Google AdWords 帮助全球的应用和游戏客户的App下载 超过了三十一次 那么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是说大家往往会想要知道说 OK我的游戏发布了 我也拿到了很多的用户 那么我在游戏里头的 这些玩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么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游戏里真正付费的玩家 不超过百分之三 那么这些玩家是我们最想关注的 那么这些玩家在游戏里的 共同特征到底是怎么样的 它从哪些地方来 它达到哪些level 那么我刚才讲了Fairbase 那么Fairbase呢 其实提供了给大家很多的insight 那么Fairbase不仅是一个开发工具 那么它最主要的核心的一个功能呢 其实是Fairbase的分析功能 那么它能够跟前边你的marketing渠道 能够结合起来 告诉你说你的用户到底从哪里来的 那么它的行为特征是怎么样 那么你在针对渠道 或者针对你的游戏进行改进的时候 那么你能够做到非常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进行优化 那么这其实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其实大家想要做的事情是说 我要找到更多高价值的用户 那么其实这一点是我想重点强调的 那么在用户获取的这个流程当中呢 那么今年跟去年Google的这个产品平台 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我们刚才讲了机器学习 讲了Motion Learning 那么在之前机器学习Motion Learning 帮助大家的是做大量的用户获取 那么如果你要想拿到高价值的用户的话呢 那么你必须要让机器知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高价值的用户 如果这个信号能够让Google的这个 AdWords的机器能够学明白的话呢 那么其实能够帮助大家 很好地提高游戏 用户获取的额外 那么比如说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高付费的用户 那么你应该把你游戏的数据传给AdWords 那么AdWords的Motion Learning 你会根据你这付费用户的特征 去帮你去找这样的用户 那么比如说 我想找到达到Level 4的用户 那么这个Signal呢 你如果传给AdWords的话呢 那么下一步 它的用户获取呢 更偏向于帮你找到Level 4的用户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我们现在跟好多客户也进行在合作 那么呢 我们想建立一个模型 来帮助客户找到 你的真正的高价值的用户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基本上是说 你把你游戏里的数据传到这个模型里头去 比如说你付费的频次 付费的金额 那么首次付费的时间等等 那么这个模型大概会知道说 你的付费用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当你下一批的新用户 进来的时候 你告诉这个模型 这些用户的IDFA和第一次付费 那么这个模型能够帮你去预测 你这些新用户的Lifetime Value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如果能知道 这样一个模型的话呢 那其实 不管是在游戏运营 还是在买量推广的时候 那么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做到 把钱花在刀子上 好 那么讲了这么多的话呢 其实去年 我刚才给大家看这个榜单的话 那么最成功的游戏公司 其实是智民兴通 智民兴通最成功的游戏公司是 Clash of Kings 那么这个游戏去年在海外 其实营收超过30亿人民币 那么其实 它在海外买量上 有很多的成功经验 那么它和谷歌也进行了 非常深入的合作 它的广告费的50% 其实是花在谷歌上面的 那么它和谷歌的YouTube 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 那么下面这个片子 可能有些人看过 有些人没有看过 那么这些片子里的CG视频呢 其实都是COK 在YouTube上的广告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们到底是怎么样 利用谷歌这平台取得成功的 持续的大量的获取这种用户 怎么样让在海量用户获取的情况下 还能保证我整体的RI是可观的 这两个是最大的挑战 很多渠道或者平台呢 它开持的用户量 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走着走着就可以 有一个下降的 或者走趋于平缓的趋势 这是我们非常苦恼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需要 大量的 持续的高RI的用户群体 另外是 高参与度的用户群体 谷歌上面这两种用户群体 都有而且量非常的大 对于游戏公司来讲 我们对于怎么把广告的数据 跟游戏的数据结合起来 去追踪 我们自己内部是很难 做得那么细致的 谷歌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AdWords的SDK也好 或者说 谷歌的统计分析平台 是能把这些数据 能整合在一起的 把我们游戏付费的数据 或者留存的数据 通过SDK的方式 给谷歌传过去的话 那在谷歌的后台 其实就能很清探到 每个campaign的RI是什么 每个campaign的留存是什么 做了品牌之后 你普通的广告的 转化率也会有提升 这个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那我觉得这个品牌投入呢 不是说重不重要的问题 而是必须要干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面 视频广告和游戏动态的视频 会越来越广泛地为玩家接手 YouTube现在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 全世界它应该有 超过10亿用户的基础 而很大一部分是游戏的玩家 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不仅仅可以 发布我们的广告 我们也可以跟很多 有名的人进入互动 以动态的方式 更灵活地呈现给这些玩家 通过我们的品牌投入 我们大概有20% 自然性的增长 那这20%的用户呢 对我们来讲 可能又是高质量的 高口高的用户群体 无论是持续的 或许大量的用户群体 还是做品牌营销 YouTube都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 我们的活跃用户里面 超过了60%的用户 来自于谷歌 我们有超过50%的收入 也来自于谷歌 我们跟谷歌一起 打造了一个 里程碑的事件 我觉得未来 还会有两件事情 可以去做 第一件事情 怎么样去跟谷歌 挖掘出来深度合作 能把游戏做得更好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也希望 能够跟谷歌一起 再打造一个爆款 实现世界级的顶级游戏公司 这些梦想 好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